吊栏烂芯如何抢救 想要把吊栏烂芯抢救过来 要第一时间清理掉吊栏烂芯的部位 并对根部进行消毒处理 然后把吊栏重新栽种在新的土壤里面 同时需要把它摆放在光线明亮的环境下面 避免过度遮阴 如果是长期养护在室内的盆栽吊栏 想要搬到室外养护 也不能一下子曝晒 要慢慢增加光照的时间 否则就会造成光照过强 晒伤叶片 另外要避免频繁浇水 特别是在室内没有光照 或者是通风不良的环境下